我都不用说 就开斯兰了 小气大样 一万我们倒计时 倒数倒数 八 把他逼得要出价 一万零五百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放大一点 我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看一下 下面有一圈回温宫 嗯 回温宫以后再起了一条线 这一条线起的就金生了 这条回温宫有了以后再起一条线 这就更少见了知道吧 二了吧 再数 一 一 还有吗 然后你看里面的包浆非常的好 对吧 非常浑浑 好吧 一 还有出战的吗 没有啦 你要零啊 好给你零 好 落锤 落锤 一万零五百 太便宜了 是的 捏 放在这场有点便宜了 这个 好玩 好吧 青 铜胎 锦泰栏 水烟袋 这件啊 锦泰栏 白铜地 锦泰栏 这边有款啊 嗯 这边有款 是 啊 鲁灶 我一下的 我以为是鲁迅的 这么一看以为是鲁灶 这么一看以为是鲁迅的 你看 来放大一点看一下啊 这么一看是不是感觉是鲁迅 其实是鲁灶 白铜的 白铜是赛营的 两个工具非常全 这种非常少见啊 嗯 这两个工具都全的很少见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白铜锦泰栏的啊 放大一点看看 特别漂亮 白铜啊 它不容易生锈 嗯 所以跟 而且这不好在哪里啊 我跟你说 戴阳 嗯 你看这管子啊 是六铃管 哎怎么说啊 六铃管 六个刮棱做的 更加少见了 六铃 六铃 棱管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六铃 然后啊 十六铃这种 这个 嗯 不错 现在两千 哦 这边有点毛病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小磕碰 有点小裂缝啊 这边有个小磕碰 啊 给大家讲一讲 但价格便宜啊 然后底下有款吗 底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景泰兰 这个图案也很漂亮 啊 啊 景泰兰的八宝纹啊 哦 薄骨纹 对 薄骨纹 三千很便宜 六零 六棱 好吧 对 六棱 然后这个东西啊 封什么 你知道吧 这个水源 水源带啊 封 这叫短枪 哦 为什么叫它短枪啊 嗯 是矮 还有长枪 长枪就这样了 哦 好吧 所以可以拿开来啊 底下赛白银 啊 非常漂亮 它能分开来一个 这个呢 这可以跟变形金刚似的啊 拿拿开来你看 两件 这件是非常全的 三件 这我从小就玩这东西 哇 还可以拆一件 我一样 五件 我一样 对吧 跟变形金刚 对吧 我从小就玩这玩意儿 这个属于在我小时候啊 在我小时候啊 这属于可遇不可及的 最高 可望不可及 就是当时买不起这种 级别的这种水源筒 为什么 这种属于在南方很少见 南方经常见到客资各话 这种是属于在水源袋里面的好东西 好吧 三千很便宜 好倒计时 八 七 我不抽烟 六 五 三千 太便宜了 三 太便宜了 三千五 八 七 六 这个清带的好吧 五 四 四千 八 七 我跟你这么说啊 六 拍完了再说吧 我现在说有点误导 四千五 八 七 六 五千 八 七 六 因为当时真的买不起这种级别的 五千五 给大家来个特写 就景泰兰这一块 你看你出价值不值 八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五千五最后一次 没有加价我们落锤了 景泰兰这种博古文 对吧 嗯 六刮龙的这个东西对吧 上面是配红铜的 好不说了就 好 落锤 五千五 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 嗯 两千年 plutôt 两千年左右 嗯 我卖过一个 啊不是两千年应该是 2500 05年的时候卖过一个 当年 我卖过一个长枪 当时就卖两万块 现在还卖不过以前 虽然短枪 短枪是比长枪便宜 但是现在才卖五千五 还卖不过以前 对吧 好了 一对清代 中期的同瘦棉文化菇 品相是杠二底足有小链 另外一个是 这个在当时都是皇家 收视频 持续太厚 也有用长枪的 好的 看一下 来 这件口径12.6 不对 高22.4厘米 另外一件22.1厘米 重量547.5克 另一件是666.5克 少一下细补 太便宜了 仿商周青铜器的器型 这一对清代乾隆时期 乾隆时期的 这对寿命文的花菇 一对两个才卖三千块 三千五 三千五 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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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插花用的好吧 四千五 一对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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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 现在平存下来两千五百块钱一个 上哪去买呢 来给大家看一下底足啊 保证你到清中心好吧 中国的 不是小日子国的好吧 好吧 两个一对 对吧 看一下里面 包张很好 对吧 两个五千五 嗯 好吧 很便宜啊 嗯 五千五 还有加价吗 清代中期的好吧 不要来捣乱 八 七 六 五 四 哪里有链 底足 干二底足有小链 嗯 这是铸造的地方啊 这不算毛病啊 我给你俩讲一遍 在这边 这不算毛病啊 铸造的时候的 朱纹很正常啊 这边 这什么叫毛病呢 简直是捣乱 这叫毛病吗 铸造的问题好吧 太便宜了 好吧 5500元 8 7 6 5 4 3 2 6000 8 6500 8 7000 7000還有加價嗎 8 8 7 6 5 4 3 2 1 最後一次 確定 沒有人出價了嗎 落錘 這是中國的 不是日本的 給大家再聲明一遍 好 中國的 7000元 嗯 這個是 沒事 這是我杭州征集公開征集的一件東西 這是我在杭州公開征集的一件明代的東西啊 品項是什麼問題 品項良好 對 明代的啊 一個壽面文的 把蓋子拿過來 那個 那個 蓋子和底托啊 都是老的 但是這個玉的鈕啊 是配了一個白玉的鈕 這個玉鈕是現在做的啊 這玉鈕是現在做的 但蓋子和底托 都是遠配的 老的啊 這是一件明代的 給大家看一下細節啊 有人專門等著這件明代的東西了吧 大家看一下 這是明代的一個槽掛耳爐 是明代 家境或者萬曆時期的啊 大家看一下 這個放的有點不太整 哎 來 重新放 這怎麼放 啊 也不對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它坐子時間長了有點變形了 這樣還行吧 對 這個啊 一個明代的啊 明代的一隻 四足 局部溜金啊 我跟你說啊 這邊是有局部溜金的 大家看一下 這個有局部溜金 好吧 有點時間長了 明代家萬時期典型的 局部溜金的 這麼一個壽面紋的 一個爐 好吧 明代 家萬時期典型的 大家看一下 市市上面都有溜金 好吧 時間長了 因為髒了 對吧 這邊都有溜金 下場拍賣是8月份啊 8月份 因為我們馬上要大拍了 所以沒時間搞小拍 好 拉遠一點看看 一萬六千五 看看底足啊 還有明代 來 對吧 明代的東西啊 明代加計萬里時期的 底 底 底這個足啊 都是清代後配的 清代後配的 好吧 一萬六千五 然後送一個白玉的鈕 這個鈕是 這個鈕是 現代的 白玉的鈕啊 擋值非常高啊 沒款 沒有瑕疵啊 大家看一下 就這麼慢 一萬六千五也買不到啊 明代局部溜金的 好吧 這麼一個底 一萬七 一萬七 對吧 還送一個蓋子 送一個原配底座 以前這東西就是古董 好吧 知道嗎 在以前啊這種東西啊就是古董 知道吧 就貴 我們現在賣的還賣不過以前啊 啊放不下啊 嗯 它這個因為時間長的有點變形啊 一萬七 明代的 保證你是明代 好吧 一萬七 放大點看一下這個明代啊 局部溜金 曹冠爾如 好吧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萬八 感謝出價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萬八千五 八 七 六 六 五 五 四 五 四 二 一萬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萬九千五 八 七 六 六 五 五 四 三 我們公司出 二 證書的啊 我也會有配有公募的證書 一 今天忘了公募證書沒來 我們配有公募證書的好吧 兩萬 兩萬 我們配有公募證書 只是證書沒到 八 六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最後一次 還有沒有交價 沒有我們即將落錘 今天忘了給大家所有公募證書 兩萬零五百 八 七 兩萬一 兩萬一 還有加價嗎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兩萬一千五 八 七 七 六 五 兩萬二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最後一次 兩萬兩千五 八 七 六 六 五 四 四 三 二 一 最後一次 明代的 明代的 還有加價嗎 零 落錘 好 落錘 恭喜你啊 對 好 下面一見 這間有一個來源啊 哎 有一個故宮同款啊 故宮書上啊 這邊書上可以看一下啊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這本書上啊 是故宮的一本書啊 還是不要看你那個圖了 但這書上 看我這邊 這邊有一個字啊 這邊寫的是 哎 看一下啊 這邊是故宮啊 故宮博物院文物真品大戲啊 有一件類似的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圖啊 這個字 拉高 拉大 啊 大家看一下 180號 同 欠銀絲 弧形 念堤啊 輕功就長 輕中期 通高六厘米啊 我們最近啊 對很小 不光是欠銅絲啊 嗯 還欠銀 銀絲 還兩種銀絲啊 哎 大家可以比對一下啊 非常 幾乎一樣 好吧 一樣吧 大家看一下啊 對吧 大家可以比對一下故宮的 對吧 也是錯銀絲的 對吧 一個水柱啊 它可以打開啊 非常少見啊 打開啊 倒水啊 倒水 對吧 故宮裡面有一個類似的啊 一個水滴 好吧 水柱啊 清代乾隆時期的一個水滴啊 清代故宮裡面 有一件啊 清宮就長的 有一件 大家可以出嫁了 文房系啊 非常少見啊 連這邊都有錯銀 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啊 這個一個 一個這邊都有錯銀啊 全身錯銀 放大看一下 所以買一件跟故宮差不多的東西啊 四千元 還有出價嗎 沒有我們倒計時 四千五 五千 五千 五千元 對吧 你少 再縮小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我來我轉一下 五千五 六千 對 來 來 故宮裡面有個類似的啊 給大家比對一下啊 來 六千五 對吧 故宮裡面有個類似的 可以跟大家比對 對吧 七千 轉一下 你花七千塊錢買一個說 我家有一個跟故宮一樣的 對吧 不光龍嗎 不開心嗎 八千 對吧 八千元 還有沒有加價 我們倒計時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兩個東西啊 都是一個工匠做的 好吧 八千五 八 七 六 五 九千 八 七 六 五 九千五 還沒給大家點關注呢 點點關注啊 八 方便的話點點關注 一萬 感謝出價 八 八 七 六 一萬零五百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最後一次 好 還有加價嗎 我們要落錘了 一萬塊買一個故宮同款 好 落錘 太值了啊 一萬零五百 大家看一下同志啊 一萬一 看看同志啊 我都 我都懶得你那些小黑粉 為什麼 這種東西再說假的 你還能玩不玩啊 你能不能玩古玩啊 這種同志 你跟我說假貨 你們還能不能看古玩呢 一萬一 在這上面你能跟我來照板 簡直也不是亂來嗎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一萬一千五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一個水柱 好吧 蓋子可不可以打開 一個水柱啊 最後一次 一個水柱 倒水的 一個水魚文房的東西啊 還有沒有加價 蓋子上也有搓魚 對吧 蓋子上也有搓魚 好 零 保證 落錘 假的一賠十 好吧 一萬一千五 感謝 哎呀 下間是什麼東西 下間是什麼東西 好 這件呢 是一件明代的 一件劉海系精彩 哎 也是 我們訂的是明代啊 嗯 他 為什麼叫明代啊 大家看一下 他也是局部六斤的 哎 但是跟大家說一下 有缺點啊 這邊的腿斷掉了 挺有評價寫的 腿有毛病 腿有毛病 腿斷了 腿斷了 嗯 這個精彩啊 塞個腳 對吧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精彩啊 是 是什麼呢 啊 哎 是琉璃的眼睛啊 嗯 琉璃的眼睛 大家看一下 高三十五點二厘米 老外呢 當抬燈了 啊 這邊打了一個火 這 老外太烏魯東西了 把它當抬燈了 對吧 這邊呢還有個開關 抬燈的開關 把中國的骨眼啊 當開關了 好吧 然後底看一下啊 開門的中國骨 很有想法 還打了個螺絲 對吧 明代的一個啊 劉海啊 大家看一下這個神態啊 非常好 嗯 好吧 這個是神態非常好 明代的一個劉海系精彩啊 這是從國外回來了 但是呢 這件東西啊 其實是一件明代時系的 非常好的一件 作品 嗯 好吧 大家看一下神態啊 看一下開臉 便宜啊明代的 舉不留金的啊 一件 一萬一 才一萬一 對吧 看一下開臉 還是非常自然的 嗯 多少公分 35.2 35公分的一個明代的東西啊 才賣 多少錢啊 一萬多 一萬一千五 一萬二 看一下這個金蟬啊 雖然有損傷 但是很便宜 嗯 嗯 金蟬的眼睛是琉璃 哎呀 我給大家講講啊 這東西啊 雖然做了粗了點 但是這個明代啊 都是這樣的 好吧 嗯 你看一下起 好吧 大明 嗯 嗯 對吧 一萬四千五 東西很開門的 好吧 腿斷了 我們直播間的銅器啊 是屬於棉件產品 嗯 對吧 我 我們這邊都有預展 對吧 對 對 因為很多人是提前來到現場 上手過的 我告訴你啊 清代沒有這種局部溜金 好吧 嗯 清代你看一下這個身上是有局部溜金的 好吧 你不要跟我那個醬 好吧 你看一下 明代怎麼沒有黃銅呢 啊 蜂魔銅明代就有了 好吧 這個 對吧 你看這邊有局部溜金 好吧 它相對來說出了一點 品項有點問題 但是你不能說這東西 對吧 不好呀 對明代的器物的風格就是這個樣子 有人說想像馬雲 那馬雲買回去吧 來 馬雲送錢的 愛他一下 馬雲送錢的 誰能幫忙愛他一下 牛海系金蟬 是一個很好的寓意 對吧 是送錢的意思 對吧 雖然有的 下面是靈芝 對吧 有仙草 誒 這個寓意非常好 一 七 七 六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沒有人再加一口嗎 沒有了吧 加一口就是您的咯 零零零零零零零 趕緊 好 我們跟先生解漏 成交 我不想跟這些 一萬四千五 這些黑粉來講變明代的東西 該解漏咱們自己解 好 跟他們全交會了 我們本場最後一件 這件我拿不動 這件高50.3厘米 這件東西這麼高 洗鍋皮缺點有點歪 平身有點歪 但是這件零零零非常有力 這大的天球皮 洗鍋皮來 回家散散太陽 有點歪 這麼大 巨大無比 好吧 插花了 我這件重7950克 這個這樣啊 下面墊個墊子就值了 對吧 看一下 看一下細節吧 看一下零零 哇哦 這件厲害了 你給我說現代的 你看下面底是什麼底 非常碩大 對吧 小心 看一下底 好吧 清代中西的 乾隆的 中國的東西 好吧 這只是有點歪 有點歪 沒有見過這種底 這種底 都是仿青銅的那種 好 然後再看雲文看看 看一下細節 對這個龍非常的 8500 生動 對 15均重 大獎金 九千 清中西洗皮了 九千五 這位朋友一看就是一個外行 一萬 我最起碼保證你東西是真的 對吧 而且到這個年代 我為什麼這個不寫明代呢 對吧 我為什麼寫清中西呢 對吧 東西就是東西 對吧 大這麼大公分的 你們上哪買呢 哎 是的 一萬一千五 一萬五 一萬二 一萬二 一萬五的是 那個 是在 口嗨的 一萬兩 一萬兩千五 啊 高五十厘米 重七千九百五十克的這一件 一萬三 天球瓶 一萬三 一萬三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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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四千五 一萬五 本場最後一件 一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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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加價嗎 一萬五千元 一萬五千元 這件東西啊 你放在花園裡面 曬曬太陽 對吧 這件東西就可以了 嗯 對吧 感謝心啊 我只有這個能力 嗯 一萬五千五 一萬五千五 對吧 有人懂知道吧 對 一萬六 一萬六 還有人懂呢 三十多塊的大坪 賣一萬多塊錢 嗯 洗洗皮 對吧 一萬六 八 一萬六千五 清代乾隆時期的啊 清代乾隆時期的 好吧 好 我們到 上下掃一掃 看看上 口部的那個龍 這最後一件了 哎 沒有出價 我們要到 少少一點少少 對吧 這上面一條龍爬得多好 對吧 對 這個龍是往下來的 大小龍啊 看著的 往下看看這個龍的神態啊 馬上就過來了 對吧 你們在這邊說我東西不好 有有必要嗎 給我點點讚 趕緊 來吧 動動你的小手 對吧 下面的那條龍 看著上面的那條龍 下面再看看下面 對吧 我們倒計時 八 七 七 六 一萬七了 好 還要加價嗎 沒有繼續倒計時 八 七 謝謝大哥 感謝四十多級的大哥 你們說這個是拖的話 拖會有四十多級嗎 瞎說啊 對吧 四十幾 四十二級的大哥 這能是拖嗎 好 八 七 謝謝 感謝你對我的支持 五 一萬八千五 感謝出價 一萬九 感謝您的信任 謝謝二十三級的大哥 哦 你四十二級是淘寶買的 兩萬 兩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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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加價 我們倒計時 八 這是三十四級的大哥 七 謝謝三十四級的 我的三級粉絲團成員 六 這大哥 五 四 三 這叫吃龍好不好 這不叫龍 這叫吃龍 對 吃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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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龍無聞 對 兩萬二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兩萬兩千五 八 四 四 四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最後一次 我們本場最後一件 巨大無比的一件瓶子 還有加價嗎 沒有就要落垂了啊 成交 好 恭喜您 感謝這位大哥的支持 感謝南京慈悲號這位大哥 出價一千五 一萬九千元啊 嗯 南京慈悲社一號 家常喜寶 增薪出價一萬九 謝謝湯問奇大哥出了一萬九 好吧 嗯 嗯 感謝大家的支持 不是你的 是 最後是由我們 啊 這位大哥的 不好意思 謝謝你的支持 可憐的大哥 你看錯了 好嗎 好每一位出價的朋友都感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支持 感謝大家給我們到現在 我們在八月多少號 二十七 二十七號 下一場 八月二十七號 見啊 開學前 對吧 九月一號開學 哎 是一個好奇的日子 再見 好吧 謝謝大家的支持 給我點點關注 關注週報 帶您看更精采的拍拍與正集 好 再見 下期見 拜拜 拜拜